大家好,歡迎收看期權操判手 當然港股來說,剛剛過這個星期 幾明顯有一個下錯 在跌穿24,000之餘,更加往下市 但當然你說這一刻跌夠了嗎? 或者接下來是怎樣看呢? 甚至在期權部署上說什麼可以考慮 當然這一節來講,都會再跟大家分享 當然在分享未來的部署之前 當然首先回顧上個星期的表現 或者恆子的走勢是怎樣 當然上個星期,就是剛剛過這幾天 4月份自己經常數的 所謂第2.5日恆子的情況 究竟過去第2.5日恆子怎樣走呢? 或者表現是怎樣呢? 當然從過去的歷史數據 特別過了10年上看 4月份第2.5日,之前上一集都說過 錄得是6升4跌的情況 而平均的升結幅,就大概升3.35% 而跌就大概2%鬆一點 所以今年4月份第2.5日的開報 大概是4月11日的時間 就是24,280點 所以本身預期,就是第2.5日 就是剛剛昨天,19日來講 應該收報的不離25,000點 至23,785點 但結果,過去這5日究竟最終怎樣走呢? 或者是否真的跟過去的10年數據上說是多配合呢? 當然從版面黃色的框框可以看到 今年4月份第2.5日 曾經最高見過24,378點 在4月13日見得到 即是第2個5日裏面的第2天 而4月份第2個月最低的是23,724點 剛剛昨天,4月19日 而這個位置,23,724點 你看到跟原本預期的第2個5日 最低的23,785點 是多相近 即是多意味著 就是這個第2個5日回來 今次這一年第2個5日回來 似乎是多完整地 走過去的10年平均計算出來的數據 是多完全配合到這個情況 而結果,最終昨天收市是2萬3,826點 大家問到為何又是昨天第2個5日收報 因為自己經常數第1個5日 第2個5日的情況 都是以交易日去看 以這個4月份回來 似乎牽涉了很多的 例如復活者的假期 很多不同的假期等等 所以跳著跳著 今年第2個5日是由4月11日 去到昨天4月9日 變相剛剛最低的 昨天就見到23,724 完全走回自己 預期了這次第2個5日的數據 所以就走了走了 或者完全叫做配合得到 但是策略上又怎樣 因為上個禮拜叫大家 其實可以在第2個5日回來 做一個短線的long strangle 一個long call 加一個long put 的一個情況 一樣4月11日至4月19日的一個做法 當時都數過給大家看 因為預計最高2500 最低就是23,700 變相放在23,800 所以當時叫大家開倉 long call 放在25,500 而long put 就放在23,800 總成本就是105點左右 因為如果以這個做法 就等它即是薄爆一片 因為已經提到過了10年 數據第2個5日都比較闊的一個range 所以都可以這樣薄一薄 所以就叫大家這樣做 預期回到任何一邊等價平倉 預期回報當時就估計一倍左右 因為你牽涉到兩邊都是比起奇緣金 成本都比較高一點 所以會大概一倍左右 沒有之前經常說的2、3倍 3、4倍這麼高的回報 但是假設這5天都可以到達 有一倍回報都算是不錯的 而剛才提到結果 最終昨天最低見過23,700 即23,800以下 理論上說 這一套的部署就是初步完成了 完成了的時候 究竟回報有多少呢 或者是怎樣呢 版面上的SP見得到 以昨天去到過行期指 去到23,753左右 是call給大家的 那你記得到23,800這個行使價的一個put 已經漲到大概250點以上 而250 即25,000點的call 跌到只有3點左右 但是兩者加起來 都去到大概255點 以這個部署上說 叫做是完成了 因為剛才提到 隨便到一邊等價平倉 變相落到23,800這些位 沒理由不吃 但是結果就225點了 你減一下成本85點 這裡的回報大概就七成左右 當然你說這裡七成 和剛才大家看到 上面寫著一倍的回報 有少少落差 這個其實都合理 因為剛才提到一點 本身 預期一倍回報 是以正常的交易日來講 可能每天都有trade的時候 那些回報是一倍左右 但是剛才開手說到 就是這個四月份回來 始終牽涉了比較多的假期 而且這些假期 都是剛剛在正月中的時間 而之前不斷說 就是期權本身的特性 或者是叫做少少不好處 你從Long那邊去看的不好處 就是時間值為損耗 特別是月中損耗速度會快一點 再配合這刻有假期因素 那個漲的幅度 沒有而其中那麼理想 所以結果只有七成左右的回報 但是都是那句 七成左右的回報 甚至乎到得到自己讀港的一個平倉位的話 其實理論上說 都算是完成了 甚至是過去這五天 從市這麼錯的波動 都能夠有七成的回報 我覺得都算是不錯的 所以變上指數上說 就回顧到這裡 變上就完成了一個部署 但是過股來講 究竟還有沒有什麼期權持在手呢? 當然上一集 就沒有叫大家做一些新的過股期權 但是前一集 即是月初回來那一集 其實叫大家做一個騰訊的過股期權部署 其實上一集都回顧了 未完成得完 到這一刻是怎樣呢? 當時叫月初的時候 叫大家以一個 所謂草船借錢的效果 做一個騰訊的option 做一個short put加一個long call 當然你說這樣形式做 看的方向都是預騰訊上升的 因為你short put 即是薄它跌不穿某些位置 收到期權金 而long call 當然是薄它再爆上去 可以賺上帳幅 所以兩者都是一個向上看的方向 所以都是一個看好的部署 但是當時為什麼叫大家這樣擺呢? 或者為什麼叫大家這樣做呢? 因為這樣做的效果 可以叫做有一個草船借戰 即是變相牽涉成本 理論上說差不多是等於零 因為一方面就用收回來的期權金 去給你給出的期權金 這樣就互相抵消的效果 而當時叫大家擺的位置 short put就擺在220元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是上升軌的底位附近島 而long call 就擺在235元 我都是駁它再爆頂之後 再升了幾元 變相就是4月6日那早叫大家開的 當時220元的put 收到大概過3左右的期權金 而235元的call 要大約比是過7附近島 即是差不多都是抵消了 當然還未完全可以遮蓋到 但是差不多 但去到今早早20元回來又怎樣呢? 當然騰訊這一刻就再破頂 今早最高就是234.8 跟自己說的call 235元差一格 差兩毫 但是策略來說去到這一刻 究竟回報是怎樣呢? 你記得到去到20步回來 即今早要回來 220元的put 跌到只剩2毫的一個期權金左右 而call 235元的call 漲到大概3元左右的期權金 所以變相 總體的回報是怎樣呢? 當然這裡要拆開一點點來講 我覺得這裡反而是想說多一點 就是平倉的技巧 雖然以往很多時候叫大家一起平 因為力量上一起開 如果要平一起平 只能平一個call 再平一個put 但是今次有一點點不同 我覺得可以拆開來平 比較動態一點的一個平倉方法 我會建議可以繼續持有shortput 因為始終說真的下個星期就要做這個月圓 理論上說我覺得去到這位 要剩下幾天 騰訊跌回到220元以下 機率性當然不是零 但是近乎零 所以理論上那個put 應該是賺光了 所以我可以多放心繼續keep shortput 但反而這個long call 我覺得可以考慮去平倉先 因為一方面你提到 雖然最高今早234.8元 未到235元 但說真的它欠了兩格 其實理論上差不多是等價 所以都可以考慮去吃壺先 我覺得可以這樣拆開來做 但說真的 如果不拆開來做 或者不理會 但以這刻暫時回報是多少呢 shortput 你也提到 原本3號收過3左右 但到今早就只剩下兩號指附近 所以這裏都代了大約八成的回報 而long call 更加由大約過7 進到3元 變相有超過八成七的回報 我覺得call 其實可以考慮吃 都有八成幾九成回報 而put 可以放在一個星期 賺這兩號指也好 我覺得都賺盡它 所以騰訊期卷 現在大膽一點講一句 應該都是策略完成的 我覺得都算是幾理想的一個做法 變相就回顧了 變相可能行指南strangle又完成了 而個股騰訊的option 草船者佔得來 亦都有個不錯的效果 但新一個星期 怎樣展望呢 當然現在來說 都要到月中打後 當然怎樣做之前 首先回顧到昨日為止 4月份暫時表現 4月份最高去到24401 4月5日做出來 而最低剛才提到 昨日的23724 而昨日最終收23826 變相暫時這個月高低的波幅 其實講真句只有677點 其實是比較叫做少些 因為本身預期回到這個月回來 特別是過去十年 那四月份都是八升兩跌 而升幅都平均6.18% 跌到0.35% 以原本今年三月份 當時收補24112 本身預期最終四月份 應該收256至240 股貿論原本預期這個月升的性 但結果這個月跌 股貿論這個方向 是跟過去十年不太配合 但我們從過波幅上去看 因為預期這個月的波幅 起碼是1600點附近 但剛才提到 現在走到大概六百七十多點 七百點都未到 理論上還有這個星期鬆一點 應該波幅性可能會比較大一點 甚至乎始終未來都比較多不同的因素 所以我覺得都幾配合到這個看法 所以我覺得反而這樣說 反而留意最後五日 走至怎樣走 所以變相暫時來計 以過去十年四份 最後五日的表現 其實錄得是四升六跌 而平均升幅大概2%左右 跌幅1.2%左右 而今年最後五個交易 就是下星期一到星期五 所以怎樣去做 或者什麼部署可以考慮 我覺得這樣說 始終剛才提到 就是過了這個週末 其實都比較多一些不明白的地方 我覺得反而可以考慮一點 就是最後五日 即下星期初回來 做一個恆指的部署 就是Reverse Earn Condor 其實這個部署 上個月都叫大家考慮過 叫大家做過 所以Reverse Earn Condor 雖然名字是複雜一點 但實際是由兩個Debit Spread 一個是Debit Cost Spread 一個是Debit Post Spread 兩者都是一個比其原金的部署 即是變相都是類似少少Long Strangle 即是看兩邊爆 但爆得來就做回保護 變相成本沒有那麼貴之餘 可以叫快點達到 你的所謂叫做價內的因素 所以就叫大家 月尾或者月中後段 可以考慮做這些部署 因為怎樣看得到 這個月暫時行得過六百多點 如其波幅其實是千多點 理論上可能剩下這個禮拜 會是抹闊少少的 所以我覺得我可以考慮這樣做 甚至乎將來這個週末 都有法國大選 暫時選情都不算太明朗 即是幾個參選人 誰有個優勢都不太見得到 所以隨時下個星期初回來 初選結果會形成今年 所以明顯第一個黑天鵝都不出奇 所以到時會波動少少 或者比較大的波幅 所以我可以考慮這樣做 但那位置放在哪 當然那位置放在哪 當然那位置放在哪 要大家下星期初回來自己計算 但給大家看一些準則 因為很多時候開這些Debit Spec 說真的 你賺盡就是放到月尾結算的時候 如果結算的時候 隨便一邊變了價內 就叫賺盡 但所謂賺盡就是行世界差距 即是二百點減你給出的成本 所以如果你要有一個好的直播性 你必須要成本控制一百點 或者一百點以下 那你才有一個回報有成一倍左右 這樣才叫足夠直播空間 所以如果按照假設 下個星期一 當然暫時不知道大家開幾點 但我估計了開二萬四的時候 你擺一個Debit Cost Rate 和Debit Post Rate的一個位置 加起來總成本 不要高過一百點 或者約一百點 或者鬆一點 一百零幾點左右 即是起碼盡量把回報拉到 差不多一搏一 那如果最終下個星期回來 叫做波幅是開始擴闊的 理論上你賺盡 就可以賺到一百點左右 即是大約一倍都有回報 但假設如果做時不行 那你輸就輸了這一百點 給出的全員金 變相我覺得都有一定的直播空間 因為不斷強調 這一個月的波幅是大 而暫時行的波幅是比較少的 所以我覺得有機會 接下來的星期才去見真章 所以我覺得可以這樣考慮 但必須留意一百點的成本 一定不可以太過貴 不可以去到八四五點的成本 因為假設去到八四五點成本 你收就收回五六十點 其實你的回報是不直播的 即直播空間不高 所以這個是一定要控制 所以假設計算數的就做 計不到數的 那我寧願就不要做了 暫時觀望下星會好些了 正面上今次來說的部署 都是比較簡單一點 就是只做一個行指的一個option部署 做一個reverse-uncondo 一個debit cost rate 加一個debit post rate 就是下星期一回來才做的 變相這一節才來到這裡 下星期回來再跟大家review 究竟這個新的部署 是做成怎樣 待會再有個直播環節 下星期的那個 請吧 請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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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